美国总统特朗古罕见地在华为问题上松口 表示在5G领域美国希望通过竞争获胜 而不是阻止一些当前最先进的技术 还告诫美国企业要奋起直追 不然就要落后了 那么 美国总统这番表态是不是意味着 美国可能不会像之前那样对华为进行打压 甚至有可能对华为开放美国市场呢 外媒称特朗普似乎向华为伸出了橄榄枝 他在推特上的发言显然淡化了美国官员 对华为所谓的安全风险的担忧 这一次特朗古的言论在调子上明显更为鸽牌 据美国国会山报网站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推特说 我希望5G 甚至6G技术尽快进入美国 它比目前的标准要强大 迅速和智能的多 美国企业必须加紧努力 否则就会落在后面 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此明显的问题上 我们没有理由落后 我希望美国通过竞争取胜 而不是封锁目前更先进的技术 我们必须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 保持领导者的地位 尤其是在非常令人兴奋的技术领域 华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做出了回应 表示完全同意总统先生说的话 华为随时准备好帮助美国建设真正的5G网络 而且是通过竞争的方式 可以说华为的这番话 既回应了特朗普释放出的一些善意 也体现了华为对最自身实力的强大信心 事实上华为在5G通信领域 确实是遥遥领先于一些美国公司的 这一点也获得了美国总统的承认 目前 华为已经获得30个5G商用合同 25000多个5G基站已干往世界各地 是当之无愧全球第一大5G通讯设备供应商 而且华为还在近期推出了首个5G芯片 备手关注的5G手机也将在近期发布 反观美国这边 美国的电信公司在5G的领域确实不给力 近期美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称正是商用5G 但却被爆出其手机用的1914G信号 只是将标识换成了5G 事实上 在去年1月 这家美国公司就曾在美国监管部门的压力下 狠心地宣布停止与华为合作 以后不会再在美国售卖华为手机 不知道陷入假5G丑闻的美国 看到华为如今在5G领域的突飞猛进 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其实 正是由于华为等中国公司的努力 中国在5G领域的整体实力也超过了美国 自2015年以来中国兴建了35万个蜂窝集战 而美国同期兴建不足3万个 中国在5G方面的支出比美国多出240亿美元 美国已几乎不可能赶上 如此看来 美国彻底放弃对华为的指责和打压 并以虚心的态度接受华为进入本国市场 美国才不至于错过未来至关重要的5G浪潮 美国才不至于错过未来至关重要的5G